一塊塊雞排下鍋 炸出香噴噴的雞排香味 從袋子拿出來後 橫切面多汁的紋路 讓人口水直流 好想直接咬一口 但是這樣的美味 卻不是用雞做成的 而是由杏鮑菇 製作成的素食雞排 我們主要是採用杏鮑菇 然後做出像雞肉一樣的纖維 但吃起來它就是杏鮑菇 當然沒有肉的味道 第一是為了讓素食者 有那種吃雞肉 像我們葷食者在吃雞排 那種雙手游游的感覺 第二是為了讓葷食者 比較好能夠接受素食 而不是說我每次吃都是塑料 都有一個素食的味道 其實它就是杏鮑菇的原型食物 我們下去經過加工炸過而已 我做的水分會比較多一點點這樣 所以說吃起來會有水分 看起來就會像雞排一樣 會好像有水分很汁水的感覺 這間店的手撕鮑排 不僅沒有傷害到任何一隻雞 甚至採用有素食屆牛排之稱的杏鮑菇 讓顧客能夠再享受酥脆口感之餘 也能吸收滿滿營養 許多人更是因為這樣的多汁美味而成為場客 因為它雞排滿特別的吃起來不會粉粉的 然後而且咬起來滿多汁的 然後不會感覺很柴的樣子 因為它是用杏鮑菇下去做 然後它的醬料調得滿好的 吃起來味道滿適中的 因為吃素的其實它滿多的食材 有的都是用塑料 那有的吃起來就是會比較 那個塑料味道油耗味會比較重 那它的不會 它就用新鮮的杏鮑菇下去弄 因為它有兩種 那我比較喜歡偏好的是 那個手撕鮑排 它那個是吃起來的味道比較嫩那樣子 外脆內嫩鮮嫩多汁的淋傷害香雞排 讓人可以無罪惡感的享受美食 也能體驗到獨一無二的鮮脆滋味 記得朱鑑爾州府親高尚報導